Hello,大家好,我是靖蕾,Fiona,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正在读研究生。 那么今天呢,特别特别的荣幸可以采访我的南开的老学姐,我采访你,赵周英女士。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缘分,首先不仅我们都是来自中国南开的校友, 然后呢,我是这儿的留学生,那我们的赵学姐也是来美国来留学的,她当时来留学的时候是1950年, 所以呢,我们都有共同的留学生活,所以今天来跟老学姐聊一聊。 当时您是什么时候来到? 我是1950年,很强制的,我是1950年,是物学一年我就来到美国留学, 我拿了四年,大学讲究生在美国,所以我来的时候是比你要小很多了。 你现在今年几岁啊? 我现在26岁了。 我比你小7岁就来美国了。 嗯,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相当于说我大学毕业了,年纪还大一点了,然后来到美国。 但是也是只身一人在一国他乡,真的也面临了很多很多你从来都没有意想到或者是经历过的问题。 那当时您在那个时候,1950年真的是特别特别早了。 然后国际的形势也不同,然后您又那么年轻,然后自己一个人来美国,真的很不容易。 那个时候我们来美国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是,我考上了台湾大学,大学、法学。 结果我妈妈就说,你们有机会还是去美国念书。 因为我们在台湾只待了一年,不是大陆倒下来,真的。 我在台湾只待了一年。 所以一年那个时候考上台大学,她说你们还是去美国。 我妈妈对念书很要求。 她说你们,那个时候陈天芳是教育部长。 她说好了,你们只要考三样东西。 三民主义,中国历史,你们这三样考过关,你们就可以出去了。 但是你们一定要拿到四年奖学金,我才放心。 所以那个时候就出来了,最年轻的台湾第一批高中留学生。 那你当时肯定就是拔尖中的拔尖的优秀学生。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昌龙的学生。 实在是,当然我们从来没有离开国家。 当然我们在南开初一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住校。 那个时候也是十三岁。 后来我们也就出生之独,不怕狐狐。 就觉得来了,来了就来了。 但是我们一提,其实跟我一起来的那些人当中, 都是,都还是有一点本事的。 家里面都还有一点国民党关联的。 比如说我是跟顾竹童的女儿,和雷震的女儿,和这个普薛凤的女儿一起出来。 我们都是留学生,高中留学生。 那个时候还有赖莲,赖伯伯那个时候就在联合国做事件。 他是联合中的。 没有想到我们也不怕,觉得离开架也很没什么。 就这样,四年就回来了。 谁想到四年的就没办法回去。 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三地的情形并有什么简单。 大学二年级,我就碰见我的学生。 那个时候,他是刚刚上海出来。 他是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 他来美国念研究院的。 我还会睡。 他念了之后,只在纽约上学的不错事情。 那么,奉剑,我们那个时候就做朋友。 但没有想到会嫁给他。 那个时候,男朋友满多了。 根本没有想到要结婚。 反正,两年以后,大学毕业了。 我就是要决定,应该还是留在美国来。 还是回到美国。 那个时候,台湾也不让我们回去。 那么,他是从大陆出来, 上海也不让我们回去。 所以,我们就留在美国。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可能他也三年回去,那结婚。 结婚以后, 我们就,他是每四年要换一个工作了。 就正好到美西克人去。 所以,我们就去美西克人住了两年。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每四年要换一个工作? 因为他觉得,换一个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学到无信。 他还是想那样。 但是,很有勇气。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不愿意去轻易地踏出自己的收视局。 可能四年了,你再搞一下,你要往上走。 因为他觉得,每四年换一个地方,他可以学到很多心动性。 所以,正好那一年。 正好那一年,四年,他在布克林。 他其实,他在布克林是去教育的。 你知道吗? 我还会学到大学, 就这几年,就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 他反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Bill Gates。 但是,Bill Gates, 但是,Bill Gates, 面来两年就不在那裏, 就自己创业去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坐在Bosco。 但是,我们对Bosco, 一九五年,就开始中文缺销啦。 三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对, 第一个是, 第一是創辦牛頓中文學校 是我們家的一開始 第二是我們有個中華文化協會 GBCCM 到前也是我們一開始的 那是很多中國文化協議 再有一個中國家庭相義 所以這三個是我們那個時候創辦的相義 到現在還在哪裡 所以為了這三件事情 我大學畢業六十年回學校 大學裡還給我一個獎子 他說你們很不容易 在社區裡面做很多事情 而且這種事情現在還在哪裡 這麼多年 所以就來了 今年是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講講你嗎 沒有 就是 您在美國做了這麼幾十年的社會工作 然後也對中國文化更好的融入美國文化 以及說對於這裡的橋二代 橋三代 他們在美國這個文化裡面生長 然後同時又不斷的不會不斷的去學習中國文化 不會說忘掉自己的這個中國文化的根本 在這方面也是做了特別特別多的貢獻 但是 其實昨天呢 我也跟這邊的一些波士頓的前輩聊天 其實大家還是能感覺到說 我們當年來這裡的老一輩的華僑 我們似乎還是跟自己的孩子有了隔閡 就是沒有辦法分好的人到一起 好像形成是華僑圈子 然後好像他們所謂的ABC的圈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像我們這種從大陸過來的留學生的 中國學生的圈子 好像這些群體都分開了 其實理論上我們應該是這些社群都是交入在一起的 然後有很多可以互相幫助的 然後就是互相交流的這樣的機會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們跟China Town是不一樣的 China Town來的人呢 他們都很有錢 開飯館 開餐館 開這個laundry 他們都廣東人 非常的特別實 我們是外面來的 就住在Wincher's New Jersey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還怕人家疑心什麼東西的政治 我們不要政治團體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講的Social Club Social Club 是1959年開始 我們那個時候1963 第三 三家人家去把它改成名字 Grader Boston Cultural Association 第三個人是誰 你知道 一個是Joyce Chan 他飯館 一個是VU的教授 叫陳明茂教授 再一家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三家去Petition 把它改成Grad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也是中國文化協會 因為我這個文化的一段 就是Social Club 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應該做點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中文學校 也講中國文化協會 現在還在哪裏 有這種東西 這個講起來也是很久的時間 但是您也知道就是疫情開始之後 好像這個美國社會 有了更多這個仇視亞裔的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包括很多的這些有求生啊 他們可能在街上也就是會被人傷害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也聽說好像最近 波士頓也有類似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我 您以前您最早來美國的時候 有過這樣的類似的經歷嗎 以及說從您那個時候到現在 它這個問題是逐漸激況 還是說它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問題一直在那個地方 就是完全看你怎麼樣去那個 比如說我的老大老二 他們在天主教學校 別人做小學 老大那個時候回來 老二就哭哭哭哭 Oh, they call me Chinese chop sui 我的老大就說 Well, that's okay Just call them Yankee hot dog 這樣就一笑兩作 如果你這個做媽媽的人 這個打回去打回去 我從來不得那麼打架了 這樣 我說你們在那裡 我真的從來沒有覺得 任何一段我的生活 人生當中覺得我是被受欺負 我從來沒有這麼想 我想這是自己的想法 I always feel I can do better than something else Anything you can do, I can do better than anything Anything you can do, I can do better than anything I think I'm better than you So you got it, you know 我覺得您這個想法對我們來說 特別適用 因为其实我能感觉到现在很多学生 他选择不来美国留学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其次呢 其实有的时候对学生来说 可能大家经历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他们会觉得心理上 有一定程度的会伤害啊 我从来没有觉得会被人欺负 I always am better than somebody else 你不能抗许我 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都是一国 那么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也做一点 乔良的工作 很多人跟我讲国语的 那个时候 because I was a social worker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所以我跟Chinidad人也搞不搞 美国人、中国人 我也是觉得邻居 我说 we are all friends 因为做social worker 因为做social worker 你的营养性就能干嘛 你不能做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我做一点 乔良的工作 这个东西 到现在还在做乔良的工作 I'm 91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就是跟赵雪姐 学了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一个心态 其实首先就是 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第一就是 要内心强大 对 就首先自己要内心强大 不会说 我自己心里面觉得不平衡 我就第一人一等 no 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第二点就是您说的 要自己有实力 就是 同样的事情 你能做好 我也能做好 甚至我比你做得更好 所以大家就是 要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那些 Exactly 所以那个时候 我教书的时候 教中学的时候 我在Arlington 我那个时候 在Winchester Arlington Arlington教书学 我一起教了五年 我就觉得 这名的学生 不像我幸福 中国的那个人 因为我听话 一天 哦 一下才要 i have good adv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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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念书 不教书学 所以我想 一下子要 collect milk money 一下子要送他到office 不听话 我就想 i have not really cut out to be good teacher 就像个babysitter 因为我家都是四年级 这样 那么我就想 我本来 我有两个master 一个是教授的 另外一个master 一个就是 社学学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那儿是医生 小孩在念书的时候 我也在念书 因为爸爸回家来 小孩就是他的 那么我进去念书 因为我觉得我将来 一定要我妈妈 教训是重要的 很重要 不管你老公 怎么个好方 你一定要自己 靠自己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有一个 专场 因为你将来可以养自己 你知道吗 就像扫地 擦桌子 你一定要学会 炒地 擦桌子 我看你